自平衡架桥机安装架设 首先将中支腿安装在路面基础上 然后将前支腿安装在桥墩上 使用揽风绳保护前支腿 在路面基础上 依次拼装主梁 并使用削轴连接 用吊机将两列主梁依次吊装在支腿上 吊装后安装前支 中支反挂轮 主梁沿机细并紧固 用吊机吊装前辅助支腿 安装后再次吊装后支腿 使用吊机 依次吊装天车和小车 电器控制柜 吊装后将天车移动至中支腿右上方 收起后支腿 并拆除前支腿揽风绳 主梁前移 使后支腿行走至中支腿一侧 支起后支腿 收起中支腿 中支腿向前移动 使主梁满足过孔长度 移动后支起中支腿 将天车前移至中支腿上方 收起后支腿 主梁前移 至前辅助支腿到达下一块的盖梁上 前移完成 支起前辅助支腿 和后支腿 两天车位移至前支腿上方 收起中支腿 收起中支腿 并前移至前支腿一侧 前移后支起中支腿 收起前支腿 前支腿前移至下一块的盖梁上 并支起前支腿 两天车向前移动至中支腿右侧 收起前辅助支腿和后支腿 主梁再次前移 使主梁到达预定的架梁位置 主梁前移完成 对前支和中支 纵一轮向毛骨 支起后支腿 并将两天车移动至主梁后端 准备驾梁 运梁平车托运带驾预纸梁至驾桥机尾部 前起升小车吊具 与预纸梁连接牢骨 收紧钢丝绳 前天车和后运梁平车 同时向右侧行走 行走至预置梁吊点 后天车的上方 将预置梁吊起 两天车同时向右侧行走 行走至预定中梁位置的正上方 吊具同时落下 完成中梁架设 然后整机和天车 横移至四边梁位置 调整吊具驾梁高度 将带下梁为移至边梁正上方 两天车吊具同时落下 完成驾桥机安装架设过程